今天早上发现市场上已经有艾草卖了 特别新鲜,在深圳卖8块一斤 买了半斤回来做个青团 在老家湖南也叫艾草瓷巴 口感软软香甜 还有艾草的清香,满满的春天的味道 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先来把艾草里面的杂草挑选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艾草的形状 估计很多人都还不认识 这样大家在郊外看见的时候 也可以自己采摘 然后倒入盆中清洗干净 锅中烧一锅开水 加入一勺小苏打,把它搅拌融化 再把我们洗干净的艾草下锅 焯一下水 加入少苏打能够保持艾草的翠绿 艾草焯炭两分钟左右 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然后放到清水里面给大家过凉 艾草过凉以后 换清水浸泡半个小时 泡出苦涩味 接着我们来准备馅料部分 准备150克花生倒入锅中炒香 炒至花生开裂 表皮焦黄就可以了 倒出来备用 再准备100克黑芝麻炒香 炒芝麻是非常快的 可以听到芝麻爆开的声音就可以了 倒出来备用 花生米要去皮 因为表皮炒糊了是有苦味的 过滤出花生品以后倒入破皮机中 黑芝麻也倒进来一起打碎 打碎后倒入碗中 再加入120克红糖搅拌均匀 这个馅料就准备好了 浸泡过的艾草稍微挤干水分 然后把它加到料理机中 再加入一点点的清水 把它打成细颗粒 没有机器的话 用刀稍微切一下也是可以的 打成自己喜欢的大小颗粒就可以了 然后分次倒入盆中 再倒入300克的糯米粉 60克的粘米粉 也就是大米粉 再加入30克白糖 然后下手和成面团 加入粘米粉的目的 就是吃起来不会太黏 口感更加Q弹 面团揉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揪一小块出来 把它按扁 再把它翻到锅里煮熟 大概煮1-2分钟 这个面团变色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 然后放入盆中 继续把生熟面团和在一起 这样揉出来的面团 延展性比较好 包的时候不容易开裂 刚开始揉的时候会比较粘手 可以适量的添加一些干粉 等一下就会越揉越好 这个面团揉成像这样 比较光滑 不粘手 不开裂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取一团 大概40克一个 不用的面团要密封起来 这样不容易风干开裂 包的时候像这样 先搓成一个小圆球 然后用双手拇指 搓出一个小窝就可以了 再放入两勺馅料 一定要按压紧实 然后像这样用虎口收拢 最后收口捏紧 一定要把它捏紧哦 不然会露馅 然后团成圆球就可以了 再放入蒸锅 每一个不要挨太近 以免粘连在一起 水开开始计时 蒸10分钟就可以了 希望不要蒸太久 蒸太久的话容易塌陷 不好看 哇一股艾草的清香 真是春天的味道 稍微放凉一点点 它的颜色就变深了 因为里面加了粘米粉 吃起来不会太黏 软硬适中 口感刚刚好 做法也特别简单 喜欢吃二小瓷吧的朋友 赶紧收餐起来试试吧 我是拼拼 我们下期再见